前面有一个穿隔离衣的 后面也有几个穿隔离衣的 那这跟你一起排队 民众的感受又是什么 一个月前就讨论过 中研院院士陈飞哲提出的 确诊者穿隔离衣投票 如果禁止投票恐怕违宪 但指挥中心认为不可行 会不会有些人他就是干脆不快 实在就没有留下记录 的确是这个是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他们也有一个绿色通道 给这个发烧跟有症状的人 从21号通报确诊 就无法赶上解割投票 王必胜坦言 恐怕也会影响民众快晒意愿 快晒是阳性 或者是你症状很厉害 那我是建议 就是不是我是建议 我是说呼吁 还是不要出门去投票 虽然本土疫情持续下降 21号新增11888例 创下207天 近7个月新低 上周新增12.8万例本土 不只连6周往下坡走 甚至连续两周新增都低于15万例 回归到四月的状态 户外脱口罩 却还是要再等等 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的RSV 还有就是这个流感的部分 那这些都签都跟口罩有关系 不敢大意 因为变异株人士威胁 上周基因定序 本土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BA.5 剩下的一例是BA.2 境外BQ.1跟XBB 各增一例 另外卫福部长薛瑞源 突然爆料疫苗前刻 想透过某个宗教团体牟利 曾想捐赠交生疫苗的佛光山 跳出来否认 也让王必胜把疫苗捐赠的始末 特别说明 最终没达成是因为 被美国交生公司声明 只跟政府跟国家接洽 再加上交生出货慢 捐赠才没下文 时间轴列图表摆出来 就怕在摊上当疫苗风波 Tipps 新闻 连制就算SMG小组特别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